HELLO 大家好,我是熊萊 那今天當然 沒有意外的我們前面介紹了巨人的這個深淵之城的一個通關 今天就要來介紹龍之地下城的一個深淵之城的通關了喔 不過今天的一個通關隊伍的話可能只有平民隊 因為我自己覺得龍的這個深淵之城 他的一個速刷隊比較難一點 因為他就是需要一些特定的魔靈 不過也可能剛好他需要光暗的特定魔靈 像巨人其實也要一隻這個叫做暗魔將的角色 那我剛好有 不過巨人的速刷的話可能會需要用到這個暗玄刀 所以等一下我會去大致的告訴各位說 那個暗玄刀的一個速刷隊伍要怎麼組成 但是我可能就沒辦法去嘗試 因為這個角色是我沒有的 那現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巨人地下城的深淵之城的一個比較平民的通關隊伍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準備了來看一下這個深淵之城囉 欸對了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次的改版想法怎麼樣啊 就是如果你們對於這次改版有任何的意見的話 其實真的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就是告訴我 我在這邊可以就是用大家 因為大家如果都有留言的話那我就可以去做一個回報 如果留言的人多了那我就可以回報給官方 然後讓官方知道說 欸其實玩家目前會有哪些的一個反應啊 那哪些做的好的哪些做的不好的 我就可以來做反應啦 對所以我自己講可能比較沒有公信 但如果下面的留言處有很多人去提到的話呢 那這個對於官方來講的一個參考程度就會比較大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來看這個隊伍囉 那當然一開始的話 我們就要先來看到的是這個隊伍的一個 這個通關速度的話大致上就大概在1分半到2分鐘之間 那就是其實沒有到特別快啦 我自己覺得算還算是慢的 不過算是穩定的 呃 我原本在直播的時候有說到說 這個隊伍的通關機率是 我沒有翻過 然後結果就在我今天早上就連翻了兩場 所以我就後來去看了一下問題 debug之後呢 就找出問題所在是2點 第一點就是早上的時候我的火格出手太快了 比我的光卡還要快 另外一點呢是因為我使用了這個隊伍喔 我們這個隊伍的邏輯不用講 就是去使用光卡的退條 就是在主要在王關的時候盡量讓龍不要動 那雖然說整個隊伍只有光卡的2技能可以消 不過有我們的這個火格的3技能 就會讓這個王關的右塔動的慢一點點 讓我們就有更高的一個容錯空間 然後再來雙犬神的話呢 除了可以增加傷害 然後這個暗犬神可以上烙印以外呢 他們的圍剿如果有帶到光卡 也可以去洗他的一個2技能消狀態的一個CD 那我覺得這個隊伍最主要的核心 應該是在我們的暗一身上 平民隊伍帶了暗一之後 可以有效大幅度的去降低翻車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我們的暗一呢 他的2技能是非常非常萬用喔 暗一這個角色可以幹什麼 他可以去做到2技能打體趴 然後呢再加上群體的暈眩控場 那如果今天沒有暈到的話呢 沒關係 那我們可以做到這個退條 所以在王冠的時候 基本上是穩定的退條角色 然後再來他的被動技能 深淵之城的龍呢 他的一個王冠的毒是直接2倍 所以在2倍的毒的情況下 我們的這個暗一被動技能就可以去解 那如果剛好上到2技能的時候 一解雖然沒有解掉 但沒關係 因為暗一的一個被動技能 在沒有解掉的情況下 可以去順便的就直接去做到拉條 而且解了之後呢還可以做回血 等於說暗一這個角色 身兼的第一個傷害 第二個控場 第三個解場 第四個這個補血 算是還有第五個體調 是非常非常的萬用的角色喔 然後呢因為我們這個隊伍的主要輸出角色 其實是在誰身上 其實是在火格喔 雙犬神雖然說有一定的輸出能力 但畢竟王的血量真的很多 所以雙犬神的輸出就是 還好而已 最主要可能是靠暗犬神的這個烙印 然後去搭配上暗一的2技能 或者是火格的2技能來做傷害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打體趴的關係 所以隊長一開始我是使用光卡隊長 但後面就發現說 其實我們不用用光卡 因為輸出真的沒有差多少 不如去使用暗一當隊長 有一個33%體力隊長 讓我們整個隊伍更有耐戰能力 會再更穩定一些些喔 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去使用 這個火格的3技能 他的一個3技能可以去做到降攻 然後跟緩速 他的這個緩速打在這個塔 這個王關的水晶誘塔上面 也可以讓他動的比較慢一點點 畢竟誘塔是會去做到一個免疫的 那那個免疫才是 我們在聖雲之城會翻車的一個關鍵喔 當然這個地方 大家也可以選擇去把我們的火格 換成我們的火吸血鬼 不過我自己覺得啦 換成火吸血鬼之後 穩定度我覺得差不多 但是速度上面就慢了 我覺得慢了不止一點點 所以這個地方我可能更推薦 去使用火格 來做一個通關喔 然後這邊其實還要注意 我們的這個血量真的不能撐到太低喔 大家可以看這個地方 等一下按移動的時候呢 我們整隊會拉條又會補很多血喔 至於血量不能撐低是因為 至少我們要避免被這個王就轟一下 然後人就直接沒了 所以我覺得整個隊伍的血量 可能至少要加個綠絲一萬以上 會比較保險一點點 甚至越多越好 畢竟30%血以下的王呢 他的一個輸出是更痛的 好啦那這就是一個我們龍之地下城的 平民隊伍的通關 當然我們等一下就順便來介紹一下豪華陣容 但豪華陣容我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實測實際通關給大家看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官方直播的時候 大B的一個隊伍跟他的一個符文 就是使用暗巡島這個角色 好啦那這就是一個豪華的通關陣容 其實說他豪華也沒有真的到很豪華 因為其實也只用到一個 光暗的原刺而已 不過就真的是比較 光暗原刺就真的是比較限量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呢就使用到一個 光環他是之前英雄地下城開過的角色 那這個角色的重點是因為他的一個被動技能可以讓我們的輸出是會吃到一個體力百分比的追傷 所以體力上限的追傷 所以在打這種血量很多的角色的時候呢就可以有一個很大的貢獻 那再來呢水懸刀就是他戴上光環之後呢 他的一個被動技能也可以去做到蠻大量的一個傷害 搭配上暗懸刀可以去穩定的對王來做偷免疫的部分 其實龍要穩定通關最主要的一點呢 就是要可以穩定的把他的免疫偷掉 那這樣的情況下呢就可以讓光卡去很穩定的把他的條給退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直去做輸出 基本上就算被上很多毒好了 輸出能力只要王沒有動到 也是絕對足以來的及在他把我們毒死之前把這個龍給收掉的 那當然這邊就會配速刷隊就會配合上我們的這個按摩服女將 那因為這個角色的被動技能可以讓這個破防效果去更加的明顯 所以打起來傷害就會更加的痛喔 那當然整個隊伍的話呢速度是越快越好 攻擊是越高越好 然後建議去搭配血量的話 我自己覺得啦如果你的速度真的夠快的話 血量可能可以比較不用特別的去顧 因為我們可以比較快速的就直接把對面給收掉 不過還是要注意在小王冠的時候 畢竟這個隊伍都還是一隻一隻一隻打的 所以如果你的速度沒有辦法快到說 在對面水晶塔動之前連續打兩下 因為等於說光環水懸刀跟暗懸刀 他們每一次出手都一定要把對面收掉 然後連動兩輪把對面5隻收掉那才會穩 不然的話可能被水晶打還是會有點痛的 這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血量的部分 如果速度夠快傷害夠高 那可以把血量拉低 那如果不夠的話 建議血量還是撐到綠字加1萬以上 會比較保險 好啦那以上這個就是 深淵之城的龍之地下城的一個通關豪華隊伍的分享 不過就沒有辦法實測了啦 那我們下部影片的話呢 就會來介紹精靈地下城的一個通關啦 對啦最近影片的這個更新頻率可能會稍微下降 但是大部分的影片我會盡量去把它上一個字幕喔 畢竟我覺得這件事情我也說想做好久了 那我覺得最近應該是來做這件事情了 對不過如果是出巨點讚影片 可能還是不會有字幕啦 因為巨點讚...我想隨影片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一個 深淵之城龍之地下城的這個分享 就大概先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的影片大概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囉 大家掰掰 我們全部看見 我們今天有沒有會再一次 我們有一個人分享 重要一點點 我們來做